該議關 風九齋志願合作標榮台會 由管長梁 標榮在地企業和民間志工團體 又辦發今年北風合計51位防災室的正式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看到我們嘉義縣第一級的防災室 來結訊 現場來表示祝賀 當然他們未來的任務才在開始 未來我想各社區有他們的加入的話 對未來的防災救災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注意 所以我也在這邊希望未來有機會 跟我們第一級的防災室可以多交流 在未來我們面對我們的災害的時候 都有最好的準備 防災室劉文正也來分享 真開心第一級的防災室已經結婚 可惜政府現在開始 大家社區有了防災室的加入 對未來的防災是很大的幫助 也希望透過交流 讓大家面對災害時更有所準備 那今天特別當有災難發生的時候 到底他們要往哪邊去避難 所以我們跟旅宿業者做相關的合作 那包括有很多民間的資源 怎麼樣來協助政府做相關的救災 所以我們跟企業合作 當然有很多的救災需要很多的人力 那這些人力除了我們的消防局以外 需要很多民間的防災室 能夠透過訓練 能夠到現場 能夠做某個程度上的指導 或者是讓整個慌亂的人心 可以有一個穩定 所以今天特別針對這些防災室 跟所謂的合作的這些禮宿業者 我們辦發感謝狀 那包括辦發證書 我們希望嘉義線的整個救災體系 可以在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當中 越來越體系化 越來越完整 管理說 除了消防當人資源 也需要很多民間的力量 希望他會分年而已 在防災室可以到現場提供合作 希望他會讓救災集員合作 讓救災的系統越來越完整 台陽新聞環培宜 蔡宏報道 我來打賬我 是這樣 drauf